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而与川普有关的川普自己都说话 那这里面谈到的是2016年 克林顿 希腊与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和民主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 因为有关竞选问题的法律问题 向大概违反法律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支付了罚金 应该是不是费用 支付了罚金 那这个事就变得比较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当2016年希腊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 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支付罚金的话 证明他们认错了 这个法律上是非常明确 你不认错 你为什么认罚 对不对 所以当你交付罚金的时候就认错了 他一认错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他说 这是川普说的 突发新闻 那希腊里跟民主党人支付了 违反法律的罚金 他们没有透露他们像 叫帕金库 律师事务所支付的 法律资金跟服务 实际上是雇佣了许多公司的幌子 我就讲我的理解 就是说 上面讲这个 就帕金斯 帕金斯是民主党的 全国民主党当中的 大型律师事务所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亚利桑那州审计的时候 就是帕金斯这个律师事务所里面 很多律师 大概一百多个律师 汇集到亚利桑那州 那当时就是要把当时审计给摧毁了 那相关的涉及到的人 都是跟 都曾经在 希腊里2016年竞选团队当中 做过一些 就是他的 应该叫做他的 他什么 智囊团吧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义布尔人 那这里他就讲说 其实他们就是 希腊里竞选团队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像这样所谓的 律师事务所 支付了大笔的 法律咨询跟所谓服务费用 那实际是什么 实际是 他们雇佣了这些 律师事务所 和雇佣了这些 律师事务所当中的一些具体 律师 用他们律师跟法律去针对川普 对川普的整个竞选和川普个人家族家庭 进行毫无节制的攻击 其实故事 真正的故事是在这点上 因为川普在描绘的时候 他就等于是掩盖了一些 就他有些背景资料并没有往外讲 所以他就讲说 这些公司 现在就是在我的诉讼状中 被称为被告 所以就川普在告这个 我们知道前天川普在告希拉里的时候 和包括他的律师团队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是在外面干活的 对不对 那希拉里背后是真正出钱使招的 那可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本身的 民主党大佬们 是真正怂恿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律师跟律师楼仅仅是干脏活的 我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一个律师 一个会计师 再加上一个妓女 所向无敌 所向无敌 一般人一定离他们远点 你绝对惹不起 没办法惹 人说什么意思 邪恶至极 邪恶至极 有算钱的 有钻法律控制的 有用肉盾牌玩死你的 你怎么玩 一个是钱 一个是法律 一个是肉铺的 你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好人 你从哪儿你也玩不起人家 你这没得打 这个仗没得打了 人家一亮相 人家就赤裸裸了 你这还不成 我这个不合适吧 你哪还不合适呢 有点道德的人就讲说 这事儿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人已经赤裸裸了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那教授说 人家都赤裹裹了 那是我教官 我上大学 北京大学老师就这么教 我是这么学出来 所以你别怪我没有文化 真这么学出来 我真没开玩笑 有时候咱也念点白字 你也比建议 上学的时候基础为大好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故事 这是川普就发这么一段说法 而这些人 他们试图推翻 和非法摧毁 你所最喜欢的总统 就是我 他们干的就是这个脏活 正如我多次提出那样 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个 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跟希拉里竞选团队资助的骗局 完全都是欺诈 美国左派 就西方社会左派的一切 全都是欺诈 有一个算一个 如果不欺诈 它就不叫左派 如果不欺诈 它就不叫左派 而欺诈大多都是以律师为名义的 就是以法律为基础 以法律来运作的 所以真正的就是邪恶的 法律从来不是公平的 那这种腐败才刚刚开始被揭露 这不是美国式的东西 绝不能允许再次发生 我要去那里找回我的真正的声誉 所以这是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川普突然发出这样的推文呢 那他们认错的本身 会为川普状告希拉里 增添无尽的分数 他会增分 他完全会增分的 他增分的基础就在于 在状告希拉里 克林顿的时候 在状告这些具体人的时候 那他们在 他们向国家选举委员会 交述的罚款的本身 可以成为法庭上非常有利的证据 那他们在交述具体罚款 跟涉及到一些具体case 跟具体做法的时候 肯定在法庭上是有得打的 那么律师就是要靠这些的 对不对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 有阴阳两面 那就看哪个 就看律师本身在打官司的时候 他如何去把握自己这个氛围 把握这种 如何利用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这是一种技巧的说法 表面的说法 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天意 真正起作用的是天意 达基是只狐狸 狐狸是表象 所以女娲把狐狸招来 送到宙王那去 她是顺天意的 因为宙王28年之后必亡 所以给了一只狐狐狸当成女人 送到她的床上 让宙王演绎出吻合人 肉身的人贪念 因邪所需 迎合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她的迎合 当她的因邪所需的时候 她自然去背离神 是侮辱神的 所以宙王扮演的角色 你只要贪色 你必是侮辱神的 她其实起因 风尘演绎的第一讲 第一节就讲的是这个故事 当她去赞美女娲的时候 她就是侮辱 因为她的基础 是在自己的下三路上 无论她的文笔多好 无论她多么的才华 但她的生命基础 在下三路上 所以女娲送给她一只狐狸 当女人用 是吻合天意的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今天我们遇到的故事 就是这么个故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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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